在历史上诞生了许多著名的猛将 他们用生命铸造了辉煌的历史篇章 让我们永远铭记 而在这些猛将中 白启和张飞是最有名的两个 那么究竟谁才是历史上第一猛将 首先我们来聊一下项羽 项羽是中国历史上猛将中的佼佼者 他的传奇人生堪称中国军史的一朵奇葩 项羽出生在一个卑微的农家 但他不想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 于是他毅然参加了抵抗秦朝的革命军 并从中脱颖而出 凭借个人的勇气和大无畏的精神 成为一名杰出的猛将 项羽之所以被誉为猛将 是因为他所具备的个人英勇斗争和军事胆略 他在军事生涯中一次败继也没有 唯一一次失败也是因为自己不忍心去残害自己的手下 才最终选择自杀 项羽的战斗力相当惊人 除了组织大规模军队进行正面作战以外 他的单兵作战能力同样堪称一绝 在许多战斗中大出风头 接着是白起 如果说将军雄才大略 那么白起则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是一位极军士才华于一身的猛将 他是秦国的白起老将军 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军事家 他的兵法被誉为兵法中的华佗 白起是一位聪明 果断 敢为的良将 他的指挥风格十分快速和准确 能够在关键时刻迅速做出决定 且将命令传达给部下 可迅速应对战场变化 使得敌军难以撼动燕国的防线 在他的军事生涯中 他所指挥的军队从未败过一次 这些战绩都充分显示出白起的指挥才华 白起在军事上的另一个特点 就是他善于克敌制上 在我军士兵数量不足 装备落后的情况下 他常常利用敌人的优势来对抗敌人 达到战略转移的目的 他常常将自己的军队分成数个小部队 随时随地突袭敌人 捕获敌人 因此被赞誉为奇才 最后是张飞 张飞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猛将 他的单兵作战能力非常强 他善于骑马 劈砍 作战又快又猛 声势惊人 曹操曾经有虽有赵飞 未有张飞的评价 张飞在刘备的带领下 成为了蜀汉的一员猛将 张飞的战斗风格奔放激烈 他气势汹汹 尝使敌人镇定不了 他的武艺特别拿手 武术组合拳出神入化 枪法灵力有力 在巨鹿之战中 他用八十多万大军 与曹操的两万大军交战 一举击垮曹操的骑兵 表现非常出色 张飞常常被赞誉为张猛将中的猛将 因为他有足够的勇气和气势 能够在战场上取得最终的胜利 作为一个猛将 强大的单兵能力和勇气 对最终结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许多胜利都是通过猛将实现的 总的来说 历史上有许多名将 他们凭借自身的勇气和军事才华 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 在这些猛将中 项羽 白起 张飞堪称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猛将 他们的军事生涯充满了传奇和故事 他们的出色表现 让我们永远铭记他们 向他们致以敬意 虽然每个人的评价有所不同 但可以依据军事成就 但并作战能力和指挥军队的能力等因素来评选 居于排名第一的无疑是项羽 短短的人生中 他创下了一生只打一败的传奇 一出手便是马道成功 因此被誉为唯一的千古第一猛将